歐洲非美國的旅途上 再也不能打電腦玩平板了 美國國安部打算 於歐洲非美國的所有航班上 禁止筆電及其他電子用品 今年3月時 美國已經禁止了 從10個穆斯林國家的航班上 使用筆記型電腦 為什麼會被禁呢? 因為官方認為隨身電子器材中 可以藏炸彈 國安部還沒決定是否要擴大禁令 但官方給的線索都認為 這個限制勢在必行啊 另一個要討論的 則是行李艙中大量的鋁電池的安全問題 聯合、達美及美國航空都會遭受衝擊 不過在這些航空公司 展現了他們的代客之道之後 恐怖分子們大概早就嚇到不想搭了 不過最深受禁令危害的 大概就是和小孩一起旅行的父母了 鬼孩的恐怖 足以影響全機旅客 應該也要禁食小孩搭機啦 好可怕 才能得到小孩 可怕 感谢观看